好 看到了今天台股本来一开盘跟尾盘 结果状况完全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分时走势图 因为在今天一开盘 礼拜一其实呢 一开盘的时候大概是有跌二三十点 大家觉得上个礼拜的大涨之后 今天小震荡还算正常吗 诶 中场过后气氛变咯 越跌越大 跌幅扩大 而且中场呢还一度在盘中的时候 跌了有将近这个七八十点的情形 那今天中场呢跌了五十一点 还好守住了九千七百点的整数大关 为什么盘中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跌幅越扩越大呢 你说美国政府关门的情形 我们也被拖累了 因为这个川普一下说 有可能要继续关门 或者是他要坚持盖美墨边境 现在朝野两党炒得不可开交 的确这样的气氛 让今天亚洲股市都陷入观望 但是对于台股来讲 我们有自己的因素要面对 那就是礼拜四即将要召开 法术会的台积电 台积电呢在今天一开盘呢 就维持在平盘之下震荡 那中场呢跌了0.9% 跌了两块钱 收在218.5% 你说他今天跌的 其实并不算多 但是对于大盘的影响性来讲 大家都会有点怕怕的 半导体上个礼拜看到了大力光 哇 这个镜头的孤王大力光 讲出了好消息 那接下来要换台积电了哦 这两党个股有没有办法 把大盘的多头给撑起来呢 不过就在官网台积电 这个礼拜四法说会 会不会丢出一些震撼蛋的同时 而市场上就在这样的气氛当中 指数越走越低 而且看到今天 日线图当中 上个礼拜好不容易站上了季线 这条黄色的就是60天的移动平均线 但是上个礼拜五站回之后 今天又直接开在季线之下 今天本来一开牌 速度想要来挑战 但是无功而返 所以今天呢 这个价格是跌下来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量 今天的大盘城价量 居然萎缩到715亿元 我们以前过年前 好像都没有所谓 习惯性量缩的情况 你说在12月底 外资去放假量缩 大家可以理解 可是在农历年前 以往的状况 也没有特别产生量缩的情形 今天量居然只缩到715亿 创下了12月22号以来 就是台股独家开盘以来的新 低记录 所以真的在怕 台积电礼拜四的法术会 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 外资现在强先 抛出了五大议题 来看看外资这次法术会 到底要听哪一些重点 好 第一个 当然就是半导体的景气咯 景气好不好 从库存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景气好 如果需求大好 那它的库存量 当然就会因此降低 所以礼拜四 要听听台积电 怎么样来形容 它们在半导体当中 库存的水位 第二个 7奈米的制程 整个目前为止的进度 因为7奈米一直都是 这个台积电非常擅长的部分 再者 在中长期的业绩展望 未来的资本支出规划 资本支出指的 就是未来你要花费 你要投资 你要买设备等等之类 只要用钱的部分 这些资本支出 那从这个部分 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对于未来景气好 或者是台积电现在手上的订单 看得出来都还能够呈现 这个大幅的成长 那资本支出当然就不会出现 大幅度的缩减 但如果缩减 大家就会担心 是不是因为对于产业前景 透明度不是那么高 所以连台积电都要降低资本支出呢 好 这是第四大问 第五大议题就是发放现金股利 哇 讲到现金股利 大家就非常非常好奇咯 因为呢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 这个台股一路的狂跌 连这些机油股都跌到了 近期来的新低 但是按照道理来说 股价越跌的时候 应该是越界定底部的时间点啊 而且一跌下来之后 不管是你是修正本益比 或者是修正你的 这个估息支利率 反倒有一些好股票 在这个时候 具有高股息支利率的题材 因为去年好 去年赚 那去年赚 如果发放的股利又不错 股价又刚好适逢 回到低档的位置去 股息支利率就出来啦 所以现阶段 大家都开始在猜了 去年大概赚多少 那大概可以发几块钱 所以支利率 是不是能够打败银行的定存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外资 现在其实还是看多 台积电的投资价值 因为包括了摩根大通等 10家的外资 现在都非常看好 今年台积电有可能要配发的股利 而且总结来讲 他们认为 现在你去买台积电 支利率应该都有机会超过4%哦 你把钱放在银行就1%的利息 但是你如果拿来买台积电 可能就有4%的利息 有这么好吗 好 我们分门别类的来跟大家看看 每一家外资他到底是怎么估的 好 第一来我们列出来是他们预估去年的EPS 这个其实不难 因为呢 去年的EPS 第四季都已经过去了嘛 所以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再加上第四季预估的数字 去年预估的数字应该都可以出得来 所以您看到了像是马来亚 像是大摩 麦格利 美玲跟大小摩 他们预估的EPS 都有13块钱的水准哦 好 这是这五家外资 再来看他们预估 如果他每股赚13块钱 那以台积电以往配发现金股利的手笔来看 今年能够配多少钱 结果发现 马来亚跟大摩都认为 今年有可能会配发9块钱哦 那这个甚至美玲跟小摩预估的更高 认为台积电今年有可能配到9块5 那麦格利呢 是认为应该有8块5的水准 所以用他的鼓励 换算今天台积电的价格210多块来看 现在的殖利率算起来 好 都有4%甚至接近5%的报酬率哦 好 这是这五家外资的看法 那再来我们来看另外的五家外资 像是花旗 野村 大和 还有汇丰跟李扬 他们对于台积电去年的EPS 好 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几乎都是13块钱 变化只有在所谓的小数点之后 那鼓励呢 这么一看 8块5 8块5 9块 好像也都是差不多的水准的 所以前夜我们看到有人预估 台积电今年最高可以配发9块5 那最低呢 也有8块5的水准 那就关系到外资怎么样来看台积电的目标价 如果你说今天的这个价格210多块 好 今天台积电收多少 收218块5下跌了0.9% 200块守不守得住 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 台积电这一波200块钱是不是真的相对就是一个底部 因为你要用它的预估股价 才能够来换算它今年要配发的股利 然后除出来就是你的殖利率 因为大家现在怕 我现在看殖利率有4% 好 我进去买了 但是如果股价再跌呢 那我当然又有可能赚了利息 赚了股息 但是赔了本金 所以这也攸关到台积电第一个 它怎么样来看台积电的股价 再来第二个就是殖利率的部分 会不会越来越多 还是有可能会越来越少 那现在呢 美系的外资说 短期之内啊 其实这个展望是有一点点保守的 但是其实下半年还有很乐观的机会哦 下半年渴望反弹 为什么 第一个台积电拥有高值利率的题材 再加上7nm发威 所以外资现在比较乐观 来看台积电的认为目标价在240到270块钱 好 基本上乐观派的觉得200块不会破 那上面呢 还有23%的上涨空间 那比较保守派的呢 哎 他们觉得200块钱好像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手稳 有机会的底部 所以保守派的外资在看台积电的目标价 也没有离200块钱之下太多 199块到220块钱 但是实际来看一下外资的动作 上个礼拜1月7号到1月11号每天都在买 总共呢买抽了25000多张 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 它从低点翻摊上来 这一波最主要就是靠外资的领军 但是上个礼拜天天买之后 今天怎么样 今天转卖耶 今天呢 外资卖台积电卖了1800多张 你说这个卖抽的张数的确不是这么的多 1800张对台积电来讲还好啦 但是呢 这会不会是一个开始转卖的情形 还是说在礼拜四法书会召开之前 他们有可能停看听 动作就没有上个礼拜来得这么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上个礼拜反弹了一个礼拜 你说从这样的低点 一直到这个上个礼拜五的这个高点 那这个礼拜如果在法书会之前 会不会呈现一个横向盘整 这个部分我们也要持续来进行追踪 所以刚才带您来看 现在外资对于台积电法书会的五大问 当然也是观众朋友现阶段留意的重点 到底礼拜四法书会当中要听哪些重点